今天是早上六点半左右 一个黑人来到我这里 砸我的门 向我索要他昨天 扔在我这儿的自行车 昨天是因为他想到我这边 我感觉是盗窃 因为他已经跨住我的门里边了 被我驱逐了 然后我报警 警察把那车拿走了 当然今天早上明不张胆 回来关我要自行车 再次来找我 我说车让警察拿走了 他就从兜里掏出一把刀 说你必须把车给我 我要进去 我要进你里边看看 车是不是在你这里边 当然我就不愿意了 我给他逼走了 他就去了马路的对面 拿下来一个交通标志的牌子 上面有个铁路子 然后大概在两米多长左右的铁路子 然后从那马路过来 就拿那东西砸我的门 一直在告诉我的门 然后我呢 看到这种状况 我需要做点什么 对吧 我不是我在保护 我在合理合法的保护自己的财产 也就是说我的人身的自由安全 我老婆还还在那边 我需要保护他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老婆把那个 我们家的做这个 自卫用的这些 一把猎枪 五连发拿出来给我 可能我老婆着急 然后看到这种状况 我老婆把枪 避到我手里 当时我站在门外 上堂以后呢 我对了他 但是在那一刻 当时的冲动 因为这种危险的情况 当时的冲动想 窟弄板击了 在那一刹那 理智 让我做出更理智的一个决定吧 一刹那我说 因为加入的法律 你不可以去追击逃跑的歹徒 我不可以从背后开枪 也不可以把你自卫用的枪械 合理合法的枪械 你不可以拿到街上 拿到室外去射击 所以我把枪交往我老婆 然后我就空手空脚的 我去追他 我不希望他把我的东西 破坏以后跑掉 我像我自己在警察到来之前 我先把他控制住 追到了旁边的那条街上 大概五十米台外的街上去 然后我们在街上 我要去抓他的时候 他又拿刀来刺我 他手里那把刀 他就拿一把刀来刺我 然后我们俩进行了一个摩托 我大概全部打倒了他两次吧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 他用刀划了我一下的腿 划了我一下的 包括我的鞋 一踢他的时候 把鞋砸头 脚上有一个小的伤害 因为疫情开封以后 我发现了更多的 就比如说陌生的面孔 Homeless 就是流浪汉 无家可归的人多姓 住在一间 雷我这大概一百多米到二百米之间 另一家建设法也被砸坏 所以说建设法其实成为了一个盗窃啊 或者是高位的底端了 对 我不建议每一个华人都就这么做 看到这条视频的人 首先你要有自己很好的一个自知 你自己OK 第二个对他们的check 你要知道来犯的歹徒是否有强 是否有精明动武器